以色列跟黎巴嫩珍珠党的冲突再升级 再加上了中国祭出了降息降准等等的刺激政策 让国际油价在周二大涨将近2% 而同时市场对于联准会后续降息的预期逐渐强烈 这也推升了国际金价 既突破了每盎司2630美元之后 再创新高 是连续三天打破纪录 一颗颗闪闪发亮的黄金豆 和各种不同尺寸的金元宝 都是投资黄金的入门款式 不过还没入手的小资族 现在想买恐怕又花更多钱 受到联准会降息 以及中东局势依旧紧张影响 国际现货黄金频频创高 随着美国最新消费者信心数据疲弱 以及以色列与真主党冲突加剧 金价最新冲破每盎司2660美元 连续三天不断破纪录 金价它等于说 现在我们最关注的两大的因素 目前都是利多的 一个是美元指数 一个是地人真正风险 比较要小心的地方就是涨多了 涨多创历史新高之后 其实实体的买盘缩手的情况下 对于整个需求 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 稍微有点降温的情况 专家也指出中国的救市措施将使国内黄金需求上涨 进而推升金价 另一方面美国持续降息的预期越来越明朗 美元指数出现明确下行趋势 利多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各大投行跟预期金价多头涨势会延续到2025年 包含摩根大通 美银 瑞银 花旗银行等 都看好金价明年有望突破2700美元 再创历史记录 而中东冲突升级 同样让国际油价周二大涨近2% 西德州中级原油收在每桶71.56美元 布兰特汽油也上涨1.72% 收在75.17美元 OPEC也在报告中 上调全球中长期石油需求预测 昨天中国它降准跟降息之后呢 整个会刺激它国内的一个油价的一个上涨 油价的上涨会算是一个短期的 这个冲突的刺激所上涨的 它的日K图来看的话 在季线附近还是有一些反压债 所以到年底的部分 油价会比较偏向于反弹 而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暴涨的回升 专家认为油价是短线上的反弹 未来人要观察各国经济数据表现 是否出现疲弱 冲其原油需求面 记者赖北京陈玉智台北采访报导 将来给大家看